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Jillman StarCraft,我是主播Jillman 今天這一次要轉播的比賽是一場我在Ghost of Gamer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外國的replay網站上面下載到的一個RP 那這個RP的評分高達9分,滿分10分,他的評分高達9分 所以想必是非常精彩的比賽,所以Jillman馬上就要為各位來做這場比賽的轉播 那上比賽的玩家,重組玩家也是我們的Joke to Jump 那這位重組玩家應該也是我們韓國蠻厲害的重組玩家 那這個左上角的灰色的神組玩家則是 這個什麼什麼斯米達這樣子,我不會念韓文 所以我這一場應該是直接的以神組為代號,然後重組也是以重組為代號 因為其實雙方玩家絕對都不太熟,所以是直接的用重組當代號來 來稱呼雙方玩家 那這張地圖是我們的叢林噴地 那叢林噴地,特別注意的是家裡的後方就有一個很安全的腹地 很安全的鵝礦 所以非常的,我們重組如果要做裸霜的話其實是蠻安全的 但是因為,如果前中期這個對方來用空軍或者是一個空降來燒倒的話 其實鵝礦離主礦位置也蠻遠的,所以這是要比較注意的地方 而且這個神組的這個家裡後面有一顆石頭 所以如果重組天氣的有大量的布都要推進的話 可能可以採用蟑螂或者是蟑螂或者是一化蟲,直接把這個石頭打掉 就可以對於對方的主礦進行攻擊 那不過我們重組他這一場選擇是先開下氣礦還有孵化池 然後可能待會馬上要生狗,所以他並沒有選擇要下裸霜喔 那,神組的一個pub在這裡做騷擾,不是做騷擾,做巡邏 那如果重組看一下鵝礦他第一時間就會知道 那反而是我們的神組裸霜喔 我們神組就有一個水晶塔,結果馬上來看一下裸霜喔 那結果風水輪流轉,這次換我們神組裸霜喔 而且我們神組採用的是一個BF開局 那BF神組PVZ的時候如果神組採用BF開局的話 那重組在開下惡礦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BF開局就可以直接在你家旁邊直接的開下一個光砲 而且九妹今天講了蠻多場喔 九妹今天應該是講第四場 所以九妹的喉嚨現在有一點痛 所以等我一下我喝一下水 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一整天長時間講話的經驗呢 那如果有的話應該就知道那個喉嚨痛是什麼感覺 就是跟感冒喉嚨痛有點像,因為我不太一樣 那其實我之前 他說到喉嚨痛,我之前有接過一陣子的家教 那是一個高三的學生,他要衝刺了 那所以這個家教時數比較長 一個禮拜上課上三到四天 而且一次上課就是三小時喔 那差不多上到那個禮拜的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 我真的是講到 因為一次整整三個小時都 我都屁裡啪啦一直在講 一直在上課教物理啊數學 那其實你講到第二個小時第三個小時的時候 喉嚨就開始痛了 然後下巴也會開始痛 有時候講講講講 講到一半就是下巴有點喝不起來的感覺 那所以當然現在沒那麼嚴重啦 不過 不過 不過就讓我想到之前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回憶 那這時候神主持續拉來一隻Pub來做偵查 不過因為有一隻一化蟲所以他馬上就往後拉 那麼看一下神主的視野 神主應該 雙方都知道對方看一下額況 而且這場比較有趣的是神主很早就看一下額況 人家用一個BF開去 他可能是要用光炮來 來做一個防禦的動作 然後前期先持續的補弓兵來補充我們的經濟 那如果 雙方都是一樣的惡況運作的話 那 一樣的兵力的話 那其實神主可能是會略佔優勢的 因為 這張地圖是 這張地圖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其實你大家可以看到中間 雖然 有非常多條路可以做正面接觸 但是 不管哪一條路你做正面接觸的時候 都是相對比較狹窄的 那 以從 以從組的特性來說 從組在正面接觸的時候 就是要做一個 雙線包夾 或者是 或者是直接用一些一化蟲啊 來做一個包圍的動作 那 你如果D型比較狹窄的話 反而是不利從組的包圍 所以 而且 你D型越狹窄 那就 對於神主反而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神主他可以 依賴他的這個兵力 兵力 兵的數 數量比較少 比較好控制 二來是他的這個燒兵的立場 也會比較好施放 那 所以我們的 從組在戰術上的選用 就要特別的注意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哇 我們的 神主玩家他竟然開下一個 星際之門 那不過這個距離開下星際之門 若是要出虛空劍的話 第一時間就會被我們佔這個 呃 佔我們這個寮王台的 呃 從組人家看到 而且如果他要繞路的話 其實一開始的虛空劍速度非常慢 哇 那 他不大 他開下兩個星際之門呢 待會要神非常大量的空軍 那我們可以看到目前 雙方的 雙方的兵力 其實 其實雙方幾乎都是沒有什麼兵的 我們看一下雙方單位 目前雙方都是 一直在不攻兵喔 那 神主只有一隻狂戰士 那 從組只有四隻的狗狗 還有兩隻的媽媽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兵喔 那 神主他的戰術 是一開始持續的要來升空軍 那我們 從組是一開始就很早就生下一攻一防 還有狗術 所以待會他可能會升大量的伊化蟲 還有可能其他的地面部隊 也有可能是蟑螂 那 果然這個時候他在升級我們的俄本 我們的俄本 那 不過他也沒有開下蟑螂池耶 那 不知道是不是要來做一個比較高科技的兵種 俄本的兵種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媽媽非常漂亮的 拉拉兩隻媽媽 阻止我們的 對方神主來進行探查 那 他就可以持續的在家裡升科技 好 果然這個時候我們的 星際之門他升的不是徐貢獻 他升的是鳳凰 鳳凰戰機 那鳳凰戰機 可以很有效的來打自我 壓制我們的充組 因為充組 他第一個就是可以先把家裡附近的王蟲全部都清掉 二來是他可以直接飛到 你家裡直接把你的媽媽抬起來 直接把你的媽媽打掉 那 那就對你的這個補兵的速度造成很大打擊 而且甚至你如果這個 鳳凰戰機的數量夠的話 你還可以殺我們這個零星的工蟲 就是怎麼講 而且再加上我們鳳凰戰機 跑速非常的快 所以再重複一次嘛 我們這個有看過武林 有看過武俠小說的 就知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那所以你跑得越快 就越容易有更多的戰術上的彈性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比較有趣的是 從組他在升級我們的 他的蟲殼導流還有他的安全氣囊 他可能要來慶行我們的空降的動作 那不過他還沒有蓋下我們的毒暴蟲草 所以他可能不是要來空降 他可能沒有要空降毒暴蟲 他可能是要空降蟑螂或者是刺蛇 那就是 那等於是完全的把我們的王蟲來當作運輸停用 哇這個時候非常大量的鳳凰戰機 六台的鳳凰戰機出發了 那這麼多台鳳凰戰機 不管是 不管是後蟲或者是 不過我們蟲蟲這個時候也在生刺蛇 所以等到刺蛇生出來 應該是來得及第一檔 不過刺蛇還在生產 那我們看看 哇果然我們第一時間 他就馬上的 來抬起了我們的媽媽 那這個媽媽 沒有意外的被打爆 果然他持續的 在殺我們的弓兵 好這個時候刺蛇生出來了 那不過刺蛇馬上的 非常快的刺蛇一生出來 馬上就被抬起來了 那我們 我們神族玩家 這個鳳凰的操作非常的快 他馬上的看到你刺蛇生 而且 後方持續的又補上了 第七台跟第八台的鳳凰戰機 整整八台的鳳凰戰機 那是非常 大量的這個空軍 不過我們的蟲組他 也是選擇來出刺蛇 那刺蛇應該是可以很有效的 來壓制我們的鳳凰戰機 而且 我們 充足他持續的在生產我們的骨勾 那 刺蛇的骨勾升級出來之後 他的射程就會加 共增加射程 而且 蟑螂的跑速也增加了 果然這個時候 有大量的刺蛇在做機械 待會可能 充足要做一個反推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雙方的收入 目前雙方的收入 也是在薄充之間 那在兵力比較上 我們 充足的兵力是比較多的 因為 我們充足他不但有刺蛇 而且待會可能還要來持續的生產我們的蟑螂 那我剛剛 刺蛇非常漂亮的 攔截掉了我們兩隻的鳳凰戰艦 那這個走位非常的漂亮 應該是利用 我們前方的重胎流來預測 對方 鳳凰艇的這個走位 那這個時候 神族 開下來機械英雙所 待會要來升級我們的巨像 那其實 神族他的 目前他的這個 軍力是比較單調的 就只有我們的鳳凰戰艦 還有待會搭配我們的巨像 那可能 呃 他可能就是要走一個巨像 搭配鳳凰的 這是一個比較非主流的打法 那 那 充足則是持續的在生產大量的刺蛇 不過他有 他剛才有升級蟑螂的跑速 不過好像沒有看到他在升級 他沒有看到他在升超我的跑速 那這個時候 充足要直接咬掉家裡的石頭 直接的咬來推出去 那不過這個時候 大量鳳凰戰艦 再度的要進行天壓 那 我們 充足的刺蛇來不來得及 拉回來呢 哇那這個時候 我們充足的刺蛇可能完全來不及拉回來 喔那 神族再次的 馬上的把 髒 啊不是髒了 馬上我們的後蟲抬了起來 然後持續的 在對於對方家裡的 共同性打擊 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重組完全的 空氣 完全沒有要手機 他持續的 大量部隊進行前壓